小綠人開啟行人快速通過 不過行人要過連汽車也要過 這裡是基隆市仁愛市場 號稱在地人廚房 每天人車針到以示常態 為提升用路人安全 一早基隆市議長同姿委 與交通處等人掃場會看 議長建議應該要設置行人專用史項 我想我們這一段改成這個行人專用史項 也就是只要是人形綠燈 不管你哪一項都可以走 那這樣也可以加速採買的流程 也可以減少我們這些事故的發生 可以的話 那我們來按照他們的辦理來實施來做 這個行人優先錢 這個是最安全的 對百姓比較有安全的照顧 這我們都是會同意的 愛三路與人四入十字路口 採買人多車流量也大 庞杂的交通情況 讓用路人過馬路也心驚驚 議長協助爭取行人專用史項 當行人綠燈亮起時 市面八方的車流全面暫停 讓行人可以安心通過 因為我們可能也會增加它的一個行川線 致命性的部分 也可能會考慮就是說來劃設綠體行川線 增加一個行人 行手上的一個辨識度 那整體的一個改善作業 我們預計是在清明廉價前 可以全部完成 交通處表示 目前全基隆市有三處行人專用史項 今年除增設仁愛市場地段外 將會重點針對校園周邊 及行人穿越量大的入口 著手進行規劃 保護用路人安全 民視新聞陳崇漢 吉隆報導